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经典传奇 我是幻知 节目开始之前提醒各位 我们的节目正在手机江西台上同步播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客户端 您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收看了 今天咱们继续全世界都期待的秦始皇陵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自打上世纪70年代被发现 时间已经过去40多年了 可是秦始皇陵的地宫一直没有发掘 主要原因就是专家们担心技术准备不够充分 一旦贸然发掘可能对文物造成破坏 估计有人会觉得换知此话有点夸张 毕竟秦朝两千多年前的朝代 而两千多年前的技术怎么可能跟现代相比呢 而咱们现在大中国航母 卫星 通信 高铁 这些高金尖的东西都有了 有的水平还是世界领先的 就以这样的水准还搞不定两千多年前的文物吗 然而 幻知高同年不敢贸然发觉 这话一点都不夸张 您要不信呢 咱们就拿秦始皇兵马俑来说 众所周知 兵马俑是秦始皇陵最为壮观的陪葬品 在兵马俑一号坑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些兵俑阵容庞大 高大 威猛 每次看都能给人以不同的震撼 人称世界第八大奇迹 可是您肯定不知道 就这些看似简单的泥胎陶俑 里边竟然也藏着很多咱们无法想象的秘密 什么秘密呢 我先问您一个问题 这里一共有八千多个兵马俑 他们或蹲或战或拿长矛或拿弩剑神态各异 那么您猜猜 这八千个陶俑总共有多少种不同的造型呢 估计有人会猜五百 一千甚至两千种 可是幻知告诉您 如果您的答案不是八千那就错了 为什么呢 因为几年前 这位新西兰的人脸辨识专家格兰卡麦隆 采用最新的人脸辨识技术 随机扫描了这些兵俑 把他们的眼鼻口 还有脸上的其他特征做了对比 发现这些兵马俑竟然找不出两个完全一样的 我们来快速地浏览一下这些最相似的脸 这两尊俑下巴比较肥大 因为下巴都很肥厚 所以轮廓非常相似 嘴巴的位置相似 鼻子稍有不同 但眼睛和眉毛区别很大 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的脸 每张脸都不一样 整个头的形状也有很大差别 胡须 非常不同的胡须 眼睛差异很大 这个人看起来很悲伤 你看他的眉毛 几乎皱在一起了 他面部的眼睛和眉毛都很有趣 这个人鼻子很大 这个就比较正常 这些士兵有相似的地方 比如下巴 嘴和鼻子 但是他们的长相仍然独一无二 这实在太令人兴奋了 我很惊讶 他们能制作出这么多 又这么有个人特色的女人 令人震惊吧 按说烧制这么多陶俑 肯定是拿模具来套制啊 这样既省时又省力 可如果是用模具套制的话 那么就应该有一样的兵俑才对啊 为什么没有呢 关于这个问题 这两位张宾若和韩平哲 专门纺织兵马俑的制作人 他们可以说是最有心得的 怎么呢 最开始的时候 张宾若他们纺织兵马俑 就是一个个先做好 整尊泥象 然后把泥象整个放进窑里去烧 可是在烧制的过程当中 却发现不行 泥象会在窑里边炸裂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泥象中间是空的呀 有空气 空气预热膨胀 在里边散不出来 那自然也就砰炸开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张宾若他们改进了很多方法 前后足足折腾了大半年 不管怎么试都没有用 很显然 这个问题古人肯定也会碰到 所以这些兵俑 肯定不是整尊泥象一次性烧制的 那么古人到底是怎么做出 这样完全不一样的兵俑的呢 经过仔细观察 张宾若他们发现 每个兵俑虽然整体不一样 但他们有些部位 比如说眉毛的造型 手的动作 却有部分是一样的 他们猜测 古人很可能是先用模具 把这些部件单独做出来 完了之后再组装 按照这个思路 他们改变了制作工艺 你看啊 这是在批量生产大型的尼俑 他们把泥土先压进模型里边 两三个小时之后呢 泥土变硬成形 然后拆掉模具 再用木棍撑下来 方便工匠们进行细节雕刻 然后分别制作头手和脚 再把尼俑的各个部分 分别呢放个十天半个月 让他们阴干 之后再把他们分别放入窑里边烧制 按照这个方法 他们果然取得了成功 那么古人真的也是这样做兵马俑的吗 对于张宾若他们的判断 考古学家袁仲一 却并不认同 他认为 古人在做兵俑的时候 手 耳朵和头 确实可能是用模型做的 但是躯干部分 肯定不是用模型压制的 你看 这个在留下的一些痕迹 你看 这个泥条 一条条的接着痕迹 这是他身边 一条条用那个泥条盘住法 盘完以后你看 这里边还有吹打的痕迹 垫上马不纹 把它打 打 打 你不吹打的话 这个上下条中间 它就不 粘合不老了 打底部就这样的 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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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盘上来 一直盘到这个地方 专家的论断 可是以事实为依据的 不过 在研究当中 专家没有发现 这种泥条盘住法也有问题 就是速度很慢 你看看 当泥条一圈一圈往上盘 如果累积到一定高度 下边的泥条因为硬度不够 承受不住上面的重力 那就会被压得变形 而一旦变形了 整个制作也就失败了 那怎么才能让它们不变形呢 唯一的办法 那就是等下边的泥条变干 有了支撑力了 才能继续往上盘 按照这个节奏 做一个兵勇需要多长时间呢 前后将近一个月 那么问题来了 史料显示 秦始皇下令制作兵勇 是在公元前221年 也就是秦统一六国那一年 到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去世 兵勇制作时间只有11年 那么试问 做一个兵勇需要一个月 11年要做完8000个兵勇 那得要多少个工匠 同时开用才行 这里换之就不算了啊 因为说这么多 只是为了告诉您 仅仅一个兵勇制作的问题 就足足让专家们研究很长时间 而事实上兵马俑还有一个问题 到现在专家也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 发现多年 兵马俑至今没有完全发掘 究竟是何原因 兵勇出土时色彩丰富 然而色彩很快消失 其中又隐藏着什么秘密 除了兵勇 秦陵还有许多形态各异的陶勇陪葬 他们又有了一些 前面说到关于兵马俑 到现在为止呢 研究这么多年 专家还有一个问题 没有找到解决办法 什么问题呢 咱们现在看到的兵马俑 都是清一色的桃黄色 但是可是您不知道 兵马俑下葬的时候 可不是这个颜色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那些色彩在兵马俑出土之后 慢则一星期快的可能不到一分钟 就逐渐脱落 最后消失不见了 这也就是兵马俑从发现到现在四十多年 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发掘的原因 因为不敢挖了 找不到保护的办法 发掘文物那不就变成破坏文物了吗 那么这里边究竟藏着什么秘密 多年以来 中国和德国专家 一直在联手拯救兵马俑的色彩 可是到目前为止 这场仗 他们依然还没有打赢 当然了 也不是毫无收睹 至少已经找到原因了 什么原因呢 那就是在那些色彩里边 有一种类似糖浆的成分在作怪 专家分析 这些糖浆成分 接触到空气之后 里面的水分会蒸发 而当水分消失之后 色彩层 那就会收缩卷起 跟理想分离 最终也就脱落了 那么怎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唯一的办法 那就是用另一种 不会蒸发的东西来取代水 让逐渐干燥的漆继续粘在禽泳上 但是这种既可以取代水 又不会蒸发的东西 专家到现在也没找着 那么您想一想 既然兵马俑身上涂有这种色彩 那么秦陵地宫 是不是肯定也会用到这种色彩呢 答案是肯定有啊 那么如果贸然打开地宫 却没有解决的办法 那岂不是就在破坏文物吗 这也就是专家们 不敢打开地宫的原因之一了 当然 专家们不急着发掘秦始皇陵地宫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地宫之外的陪葬品 到现在为止 虽然时间过去四十多年 可是依然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也还有很多有关的谜团没有解开 咱们还说兵马俑 去兵马俑参观 咱们观赏更多的 那肯定是那些高达威猛 昂首挺立 肢体完好的兵俑 可是很多人并不知道 这些兵俑刚刚出土的时候 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什么样呢 您来看看地上的这些 他们出土的时候 其实都是碎片化来的陶片 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因可能有两个 一个是在历史上 遭到过人为的破坏 比如说项羽 当年火烧鹅旁公 专家推测 不排除他也来过秦始皇陵 对兵马俑进行过砸毁 当然了 目前还没有证据 没有证据证明 项羽一定来过这 那么另外一个原因 则是两千多年的历史变迁 比如说地震 塌陷等等地质变化 也会导致兵马俑成了碎片 那么这些陶片 又是怎么被还原成 原来完美的模样的呢 您看到那些 在一号坑里 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没有 靠的就是他们这些 修复人员的精心努力啊 将凌乱的陶片进行初步加固 是他们每天必做的工作 可是换之告诉您 这不算难 难的是什么呢 难的是在拼好了主框架以后 怎么才能够尽快找到 下一块对应的陶片 简单地说 这是一个毫无规律和规则的 复杂大拼图 首先咱们前面说了 兵马俑千人千面 在拼出完整的兵俑之前 你压根就不知道 你要拼的兵俑长什么模样 根本就没有参照 其次下一个拼接的部位 是大是小是什么形状 你也不知道 瞧见没有 这些碎块最重的180多公斤 最轻的却不足一克 所以对修复的工作人员来说 每一块拼接都是新的挑战 而要完成如此复杂的挑战 将它们修复成原来的样子 那也绝对不是一个人 可以完成得了的 那么怎么才能够加快拼接的速度 提高拼接的准确率呢 相信很多朋友 对这个问题会非常好奇 关键步骤有两点 看到工作人员在干什么没有 这第一步就是用刮刀清理 注意这可是个细致活 因为碎片长期埋在地下 很多部位粘连着泥土 如果不清理干净的话 直接影响后边拼接的准确度 但是在走刀的时候 又必须很好的把握分寸 因为年代久远 兵马俑陶片表面已经非常脆弱了 稍有不慎 则很有可能伤到碎片 这同样会影响到拼接的完整度 第二步 那就是按照与兵马俑身体上 相匹配的部分 把这些清理好的碎片 要提前排列好并编上序号 以方便在拼接的对应部分进行检索 但是即便这样 一天如果能找到三到五片 和破碎的兵马俑相吻合的碎片 就算是不错的成绩了 这样的工作难度 咱们不经历是无法想象的 那么想要拼接好一个兵马俑 只是拼接还不算修复 至少得多长时间呢 说出来你肯定得惊讶 一个工作组好几个人 至少也得三到五个月 这下您应该理解 为什么说兵马俑 渐渐都是国宝了吧 而且还有个数据 说出来您肯定还会惊讶 前面说了 骑士狂龄的兵马俑 不下八千个 其中一号坑最多 超过六千个 可是从发现到现在 时间已经过去四十四年了 工作人员拼好的兵马俑 要多少个呢 总共才一千三百多工 差不多才完成 总量的六分之一 怎么样 这个数字也让您吃惊了吧 四十四年呢 秦勇修复师 更迭至少已经三代了 可是后继者们 依然默默无闻地 用他们秉承的工匠精神 复活着这个古老而生动的 地下军团 对于这些平凡的修复师们 患者觉得只能说三个字 了不起 当然了 秦始皇陵的发掘工作 绝不只是兵马俑这一项 因为秦始皇陵 是世界上最大的皇陵 灵区面积达到 将近六十平方公里 目前发现的陪葬坑 就多达一百八十多座 这也是专家们 不急于发掘地工的重要原因 外围灵区受到 人类活动影响的可能性更大 必须尽快发掘 那么在外围灵区 还有哪些重大发现呢 接下来咱们就来开一开眼 您来看 这些也是陶俑 可是跟兵马俑明显不一样 瞧这个 光是膀子 一个手指头指着天 脚下还做着古怪的动作 这个更搞笑 挺着一个巨大的皮有度 腰里边还系着百折裙 那这个就更不得了了 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头了 可是光从脖子往下量 身高就已经达到了2秒2 活脱脱就是一个巨人姚明啊 他比巨人姚明高 没脑袋就已经2秒2了 专家还真管他叫巨人 叫秦巨人 这些陶俑呢 是1999年在秦始皇陵 东南部的一个陪葬坑里发现的 总共有30多个 这些俑跟兵马俑明显不同 兵马俑各个身着盔甲 威严挺立 而这些俑呢 全部是赤裸上身 神态各异 动作滑稽 这些是什么俑呢 用他们来陪葬意味着什么呢 百戏俑陪葬 是百姓安居乐业的展现 还是秦始皇本人独特的爱好 秦陵地宫深埋地下 而咱们又将如何知道 它的整体构造 关于秦陵陵区的发掘 我们还会有哪些意外的惊喜呢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前面说到除了兵马俑 在秦始皇陵区 还出土了不少奇怪的俑 他们赤裸上身 动作滑稽 那么这些是什么俑呢 专家研究认为 这些俑应该是秦朝的时候的 娱乐界人士 杂耍表演者 您瞧这个手指指天的 会不会是正在表演 赚毛巾呢 或者在赚盘子呢 还有这个巨人 有没有可能是在做 大力士表演呢 所以专家们将这些特殊的俑 称之为百戏俑 总体而言的话 这个坑呢 就是一些音乐家 一些艺术家 表现的是狗杂技的场景 这场景呢 有武士类的 大力士类的 还有一些轻巧的 表现一些有技巧性的 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转盘 转这个手绢 转盘子的这种舞蹈 那么问题来了 在秦始皇陵区 为什么会出现 这样一群特殊的陶俑呢 秦始皇用兵马俑来陪葬 这个好理解 想当年秦一统六国 靠的就是秦国强大的武力 兵马俑正是秦国实力的展现 可是用百戏俑来陪葬 又是为了什么呢 是想展示秦王朝建立以后 老百姓安居乐业 生活丰富多彩 还是秦始皇本人 他自己很喜欢看这类的娱乐节目呢 这些问题到目前为止 专家们还没有找到答案 但是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 从今年的四月份开始 秦始皇陵考古研究院 修复中心的工作人员 已经开始对这些百戏俑准备修复了 不久的将来 您再去秦陵参观 就可以看到这些憨态可居 滑稽搞笑的表演 好 再来看一个特别的俑 这个俑很奇特 跟兵马俑百戏俑又不一样 兵马俑穿的是铠甲 百戏俑则赤裸上身 那这个俑呢 上身穿的是一件满是泡泡的衣服 下身呢 还套着一件长 但这件俑最特别的地方 是浑身身上这种圆泡 这种圆泡呢 通过通体观察 我看到这个位置 它是有卷曲状的 那就说明它是穿着上衣的 这种上衣是古代的一种衣制 上为衣 下为上 你看 分开 这衣上 那么衣呢 就是这件东西 我们看到整个旗上面的 就是衣的部分 那么在衣服的边缘 是有 边缘地方是有紧的 那么紧相当于衣服的框架 中间呢 填质上像这些圆泡之类的 这种丝织的 或者是皮质的这种软质 这种衣物 那么这就形成了 它上衣的一种格局 因为这个特点 专家们把这个衣称之为 炮钉蛹 可是奇怪的是 这种满是炮钉的衣服 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很显然 这种不是秦朝人正常的衣服 而且这样的炮钉蛹呢 也只发现了两个 所以专家怀疑 这种炮钉蛹啊 很有可能 还是跟当时的百戏杂耍有关 或者说 它们还是百戏蛹中的一种 比如说做射击表演 或者其他有危险的表演的时候 为了防止出现意外 衣服上的炮钉 可以对表演者 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当然了 除了这些形形色色的 各类陶蛹 在秦陵的各大陪葬坑里边 专家还有很多重大的发现 比如说这个大铜顶 它重达212公斤 无论体积 重量 都是目前在秦陵地区 发现的最大的青铜顶 因此呢 也被称为秦陵第一大顶 还有这些 识铠识甲 真秦义兽之类的陪葬品 不过 不管这些陪葬坑里有多少东西 换之相信 对于秦始皇陵 所有人最关心的 肯定还是秦陵的地宫啊 里面到底是个什么模样 又会有些什么样的 珍贵的宝物存在呢 关于后面这个问题 因为地宫没打开 确实我们难以想象 但是 对于秦陵地下的整体构造 换之告诉您 这个 还真不用等到正式发掘 怎么呢 您来看这个 看到地上这个巨大的建筑模型了没有 整个秦陵的地下构造 就是这个样子 具体呢 咱们来听听专家的介绍 下面我介绍一下这个模型 以及这个模型所反映秦始皇陵的秦际的情况 现在我们是在秦始皇陵风土的北侧 如果打开这个风土的话 最主要的秦际 下面会有一个巨大的杭州台体 杭州台体里边 就是地宫 秦始皇陵的地宫 那么这是北边 有木道的部分 还有一些陪葬坑 外围是另外的陪葬坑 西侧呢 有排水渠 排水的民营渠 还有一系列的陪葬坑 有四个陪葬坑 包括这是同山马坑 二号坑 三号坑 那么这些坑实际上会压在巨大的风土的边缘 那个排水民渠会从同山马坑的底下穿过去 专家说秦陵主体的地下有一个巨大的九层台体 全用夯土构造 规模非常之大 底部边长大概有250米 顶部边长也有200米 而这个台体的东西方位分别对应了一个缺口 东边的缺口对着祖木道 东木道 西边的缺口下面是西木道 然后南北的木道分别被压在台体的下面 在台体的北侧这个区域 还有一个比较复杂的结构 形成一个挖槽 这个结构的功能还不清楚 那么整个九层台体由于规模和体量非常巨大 那么九层台体的功能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正在研究之中 这个九层台体到底是施工过程中 阶段性的建筑结构呢 还是具有礼仪性质的林木设施 现在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秦始皇陵的整个地下构造就是这个样子 而这种构造非常独特 是此前的考古 从来没有见到过的 所以专家们说呀 这还是目前他们所知道的一部分 而在将来的实际发掘当中 肯定还会有更多的未知的意外 发现在等着我们 那你肯定要问了 这还没有发掘呢 怎么就对秦陵地下的构造这么清楚呢 这就得说说 现代科技的就是给力了 对于秦陵发掘的研究 专家们动用了很多现代高科技手段 包括摇杆 航拍 雾探 红外线扫描等等 甚至还启用了一种叫做 虚拟考古的最新方法 就是利用探测技术得到的相关数据 通过电脑系统建立一套完整的 虚拟考古现场 以充分掌握被发掘对象的全部资料 这样在实地发掘过程当中 对文物就可以起到更好的保护作用了 不过这些还只是 秦陵地宫的一些基本情况 而地宫当中还可能存在 哪些意想不到的方面 专家们还在进一步探测当中 那么秦陵地宫的发掘 还需要多长时间呢 前段时间患之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 说做好相关准备 大概还需要十年 所以咱们只能静心等待 等待世界第一地灵 谜底揭开的那天到来 好了 今天节目就这些了 关注栏目的官方公众号 江西卫视经理传奇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不仅可以观看 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线上线下的活动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